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同时占了600多人 玻璃桥有晃动是正常的 但不会发生大事故 工作人员还表示 在建立这个景点时 专业人员会提前进行相关的测量 比如能承重多少 能同时容下多少人等等 并且玻璃桥采用的都是专用多层夹胶的钢化玻璃 就算是汽车上面行驶也不会发生问题 不过在节假日人流量较多的时候 还是需要工作人员进行培护和监督 尤其是带着小孩子的游客 一定要格外注意 以免发生事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